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总 曾鲜花 今天其实最重大的新闻就是蓝头这个命案 那当然因为选举很热了 又有陈时中又出来讲现在五四三的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跟陈时中 借着他要参选的时候 又开始打NN案 所以台湾不会平静 各位怎么看这个枪杀案 我昨天晚上把这东西看一看 我大概明白怎么回事 那当然今天在看相关新闻 大概跟我昨天猜的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马跑新闻久了 会有一些脉络可行 理性嫌犯是这家公司的老养工 那回来当然那时候离开不开心 那回来杀人 简单讲就这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残忍的手段 各位他里面有很多幽微的细节 这个幽微的细节 就是说你抓到人 时候就会明朗 可是现在怕的是什么 他等于说杀五个人 有一个当然在抢救赖董事长 赖敏兰 那他在抢救 现在应该非误的情况 应该是还不错 不迷指数7 那子弹也起出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 等于说杀了四个人 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他自杀 他认为说我不要逃了 那这种很孤僻的人 在台湾市长都有 那各位朋友 你千万要留意 就是要自杀的人 你要欠他1925 或1995的电话要打 还有声明线 还有观音线 很多线要打 但是我讲 我是在分析一个可能的案情 以我多年的经历 那这个人八年前 他跟他的一个 红姓的理科长 有口角 那在公司的一个计判 红姓理科长走到外面 被人家持铁棍殴打 那个人讲 在打他的人 就讲 给你死 怎么样讲很多狠话 然后一边打他 后来被救了 被救了后 红姓理科长就去告他 公司的董事长 这些人就出来作证 就是他 后来判无罪 八年前的案子判无罪 可是他显然在公司 也待不下去了嘛 连董事长都说 是你打科长 对不对 各位我讲 这是一个情节 我是以我的经验 来分析这个 那你回去 这八年来 当然做了一些工作 以他这种个性 大概跟人家也不好相处 类似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后来日子越来越难过 本来有工作 搞到最后没工作 至少这三年都没有工作 他的邻居啊 这三年他都没有工作 所以他的恶意就会更生 那他对公司的地点很熟悉嘛 所以他回去杀人 那里面最嫌疑的 各位请听我的分析 最嫌疑的 洪姓李课长没有被杀 他本来离开公司 是因为跟这个课长不合 跟他的长官不合 后来他把这个课长做 用铁棍打了以后 然后公司 包括董事长后的 董事长地底 这些人都指正 就是他干的 后来他判无罪 为什么洪姓李课长没有被杀 这是第一个疑斗 我等一下都会来 来救我 手指的来分析给各位听 各位刚听我们主播讲 他被判无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虽然有这么多人指正他 他提出了一个证明 因为这地点是在蓝头嘛 那他提出了说 我当时候人在台中 我有不在场证明 我有那时候的童年记录 这童年记录很容易造假的 各位你拿我的手机 跑到金门去打电话 我可以说我人在金门 可以吗 对不对 你在金门打一个电话 对啊 科学的证明 手机持有人在金门打电话 不表示是 持有人人在金门 各位你懂不懂 这是一个出钱的常识 可是法官为什么会采信 法官为什么会采信 我告诉你第二点 你刚听我们主播讲 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有 不在场的 打电话的证明 第二个呢 第二个 红女 被打了 这红信科长 没有坚持说是他打的 说 记不太清楚啊 或怎么样啊 那法官会说 你能确定是他打你吗 我不能确定啊 当你被害人说自己不能确定 这个罪就 就不会成立了 法律不能判那种很模糊的 各位这是法律 刑法就这样啊 这个人有没有打你 好像是他 那这个人不会判有罪 好像怎么可以成为那个 万一不是呢 你知道法律有一个东西很清楚的 就是这个没有定案之前 都是算无罪的 那你用模糊的东西 在法律上是不接受的 可能是他 我们过去很多奄逸都是很可能 现场就是你啦 没有谁啦 很多警察也是这样 那凶贤 可能被刑求或者被压迫 或者讲说啊 一个痛快 好了就是我干了啦 那他将来方共 常常会赢 为什么 因为警察太懒惰了 警察认为说啊你都糟了 糟了又怎么样 自白不能当作犯罪的证明 你知道吗 那可是以前警察班团都是这样啊 那像我们这种老记者一看就知道 关键在哪里 在于洪姓女客长 洪姓女客长 明明知道是被他打的 可是他在法庭上说 我不确定 为什么 因为洪姓女客长怕被报复 所以他这次没有死啊 洪姓女客长可能都也不在公司了 可是你如果跟一个人同事这么久 这个人知不知道你 你先生是谁 你家 你家在哪里 你家的小孩在哪里 知不知道 我要报复你的话 我会不会知道 我会知道啊 所以这洪姓女客长 可能事后就辞职了 然后就 算我白白被打 我不要 我不要得罪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 我现在只证是他 他最多关一两年出来 将来他保护我家人 对不对 一定会被报复的嘛 那那怎么办 算我倒霉就被他打了 我也不认了 不认他打我了 各位 这就是台湾现在很多人 幽微的恐惧啊 我们在这社会 各位朋友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案子做开头 我告诉你 多数的人会认为 这种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 你说 一生做好事的 赖炳南董事长 他会想到 这种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吗 他女儿已经死了哦 女儿41岁 想必有小孩吧 叫赖燕瑜 他已经死了 已经 那他弟弟也死了 也中枪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张主任 女性的张主任 这个人 他这辈子没想到 我在这家生计公司 我好不容易爬到 女性啊 能够升到主任 大概四五十岁了 家里也有小孩 我怎么想到我会死啊 都没有人想得到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你不要认为说我不会想到 因为我们社会很多这种人啊 这种人在公司里面 有一个 公司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出了什么事情 他这些公司的人 很多人没有声言他 他就记筹下来 然后拿枪就杀了 一样啊 很多这种 这种想法很 他本身朋友不多 然后又比较极端的 就像 去枪杀安倍的这种人一样啊 对不对 枪杀安倍好杀啊 你该杀的不是应该杀统一教的教主吗 杀不到啊 因为人家教主有请很多保镖啊 他知道 他们这个教有尊义 对不对 所以他有很多保镖啊 而且这个教这么有钱 教主要被绑架 万一被勒索怎么办 对不对 那安倍呢 你说安倍当过首相 皇冠更严 我告诉你 各位朋友你错了 搞嫌疾的人没有人敢太严啊 你搞嫌疾的人 你要杀总统 要杀什么都不会太难啊 我讲这个真的 不是说看清国安 或什么这些 因为你嫌疾你太严的话 你爸想别人都气跑了 哇我现在听你演讲 还被收声 还要被这样 各位你看 昨天拜登去中东 在以色列 他的水壶又打人 跟一个女生大打出手 为什么 一定是安检嘛 所以说你不能靠近 女生说 我要见见拜登总统啊 滚开 美国人就是这样啊 拜登去韩国 他的水壶跟人家打架 现在去以色列 他的水壶要跟你能打架 真不要脸 这什么垃圾总统啊 美国就是这样啊 美国人要打谁就谁 我告诉你 美国是一个畜生国家 不要认为说 啊美国都怎么样 不是 美国人认为 我到哪里都可以 我到哪里杀人都可以 每个国家我都可以杀 要不然你要怎么样 他就是这样啊 全世界最大的土流亡 就是美国 最大的恐怖集团 就是美国 可是他每次说 他是很正义啊 我告诉你 这种畜生国家 你都听小董节目 你就讲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 有道理啊 对不对 所以你在讲 哇 怎么可以这样 美国认为我最强大 不然你拿我怎么样 这就是流亡啊 那宏信李克长 我老实讲 他非常知道 这个理性嫌犯的客信 八年前你打我 我烂了 因为公司开始很气嘛 他自己也很气 就去告了 告了以后 他在法庭上说 我不确定是他打我 法官判不下去啊 我告诉你关键在这个 你刚听我们主播讲这两点 其实最关键就 宏信李克长 那其他人作证说 就是他 我回来报仇 你以为你们做牛章子 赚大钱啊 没关系 我公司太熟悉了 去弄一把枪来 一个一个杀 他也不怕 因为他本来就是 所以我昨天看很多媒体 在报仇 哇这行刑事的 一定是职业凶手的嘛 不是 这太外行了啦 这种 这种就好像 如果安倍被杀了 这个人他没有留在现场 山上车铁 他如果没有留在现场 他打了 还留在现场 然后还在那边看 他如果没有在现场 他如果是一个稍稍 不要讲直接杀手 稍稍一个有点聪明了 他骑着脚踏车来 骑着脚踏车跑了 你也抓不到他 因为现场都是普通老百姓 你怎么抓得到呢 然后所有的那些国安 大家也没有怎么警戒啊 他是留在现场让你抓啊 各位我讲 很多行案就是超出你想象 你就认为 哇这个一定职业凶手 很利落很怎么样 不是 各位不是 职业凶手没有深仇大汗 而且人家给他一大笔钱 他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什么叫职业凶手 有个咖啡商 在新店被杀 车子刚开就被杀 那个人就跑去大陆 那个就职业凶手 我就拿了一笔钱 他没想到现在两岸疫情这么厉害 你一到大陆 杀了人跑去大陆 七年的事啊 你跑去大陆你跑不掉 你以为除了机场你就可以走 没有 先到防疫旅馆七天 你到防疫旅馆 我们这边一看 这个人跑了 中国大陆到防疫旅馆把他抓出来 七天后把你抓出来 带靠送回台湾 这个职业凶手都不太灵光啊 因为他忘了疫情期间 很多事情跟过去的常规是不一样啊 各位我讲这个你就懂了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理性嫌患杀了人 现在最怕他自杀 老实讲 因为他觉得我杀了四条人命 那所以我现在很建议警方 不要再透露给媒体那些信息了 因为你一直要把他逼 把他逼 他最后跑不掉 他就那个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现在应该把 你侦查的信息都封锁 封锁你们自己办案的人 自己知道就好 过去我们借着媒体在办案是说 我们要去逼出他来 让他的朋友觉得说不行 我如果去窝藏他的话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对不对 会被发现或怎么样 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情况你 把他逼得太紧 他因为他 他还在看媒体 哇四条人命 反正已经守定是我 那怎么办 他如果引弹自尽你怎么办 那这四个人也白死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他抓来受法力 制裁 但是我们的法力很可笑 杀四条人命也未必会死 现在执行 死刑也不执行 各位你常听我节目 我有一天去小吃摊 一家面摊吃饭 老板说 哇 我当的 哇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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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说 我看 媒体在写你 说你 说你 说你董事生 想干法务部长 想干法务部长 要干嘛 我干法务部长 只干一天 只干一个上午 或一个小时 我要干嘛 我就把这些死刑犯通通干掉 我们现在的司法堕落到这种地步 因为我们的法务部只是在负责服险 法务部最大的功能在服险 检察官最大的功能 就是修理 蓝金 马银酒 或者跟蓝金有关的 就这样 我们检察官现在最大的功能是这样 那 那 他们不做事 他们平常也做点事 但是 但是碰到嫌疾 他就很明白的 那 那 那 他们在干嘛 法务部在干嘛 法务部在看蔡英文在干嘛 这些人都是犯通啊 你说他犯通又不精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其实经过算计 他们太政治了 小董要干法务部在干嘛 我把这些人 我上任 会 媒体会先发布嘛 前一天会发布嘛 那我就请 我就 打电话给法务部的 公关 所以你通知所有的 典议长 所有典议长 只要你的监议或看守所 里面有死刑犯 明天一早我先是 因为我还要先是就职嘛 我先是就职我桌上要看到所有典议长 上来的公文 就是我们要 今天要执行死刑枪截 我说我要看到 我的桌上就已经摆好这些 那哪一个典议长的没有来 重大抗命 计两个打过 我先讲好 对不对 我先讲好 这是你们该做的事情 你们常年来在政治的氛围下不做嘛 蔡英文不执行死刑嘛 对不对 民进党就跟那些会死联盟 对不对 就这样啊 会死联盟是谁在搞的 他每个人都知道啊 就是民进党那些支持者那一堆啊 孤立雄他们啊 谁不知道 那你们要搞会死联盟 现在这种怎么会有事呢 很多人不怕死啊 我有时候看这个 为什么他不怕死 因为不会死嘛 人民 花纳税前养一些人渣 杀人犯 你对家属情何以堪啊 对家属情何以堪啊 所以我也常欠很多警察 你不要认为这个案子破得容易 你要把资料把它收紧的 非常齐全 而且是要科学的证据 你知道吗 你们都说啊 歹徒都已经招了 歹徒招是在骗你的啊 他招了 他到法庭就放共啊 说因为刚刚警察打我 警察跟我行球啊 我才招的 根本不是这回事 哇 你回头找证据就找不到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安倍案 上个礼拜五发生 上个礼拜五 上午发生 老实讲啊 那时候安倍是下午五点零三分才死 我说这现场很奇怪 为什么要很奇怪 这现场为什么很奇怪 现场没有人去找子弹 子弹是凶器 子弹什么时候找 今天15号对不对 5月13啊 前天上午五点都发动 数十个警察去现场找子弹 你这个日本这是 这什么国家啊 这什么警察啊 从头到尾每个人都在鬼混 我都怀疑是你们干的 是你们警察干的 是你们国安人员干的 各位我现在讲你听懂了吧 我那天在 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 我在TUBS节目 我说都很奇怪 都没有人去找子弹 当然我们人为言亲 我在这里节目讲 也没有人呼应 日本也没有人管 然后前天上午才到处去找子弹 你真的很好笑 你第一天就知道 子弹没有留在身上了 你不会去找子弹了 你现场 现场安佩被杀 这些人护卫者 现场要封守 警察马上要把现场 做地毯式的搜索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动作 没有啊 我老实讲 我这个记者 我对很多事情看法 可能会比一般老百姓还多一点 可是警察应该比我多一点 你看到这个案子 我昨天看大概就明白了 八年前洪姓 客长 他明明知道打他的人是谁 他不愿意讲 因为他有生命被威胁 就在台湾的日常 台湾社会的日常 请问你如果是 张姓女客长 你被这个人磁腿棍打 你又讲就是他 我要给他关起来 他关一言以后出来 你身家性命 每天要被威胁 你要选择怎么办 请问你要选择怎么办 那我 那这个人把他关到死 他打人不会关到死 磁腿棍打人最多判两年 缓刑一年 一年多就出来了 对不对 最多就一年多就出来了 那一年多出来以后 你的生命还有五十年 你这五十年都要恐吓 要被他恐吓 你小孩 你先生 你家人 怎么办 我选择 我就白白被他打 算了 所以这个李姓修权 显然对洪姓 八年前的洪姓女客长 很满意 你故意不咬我 好 你被我打 那你就认了 对不对 我们的梁子到此为止 你看歹徒得逞 我打人没有罪 我得逞 那张姓李客长 哎呀 好家在 他今天 前台湾最高兴的人是他 你知道吗 好家在 我那时候就承认 我没有看到他 不知道是他打我的 所以我身家幸运被保存 你看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弟弟 主任 还有一个客长 他都被干掉了 董事长现在在跟死神八儿 你看我的选择对不对 张姓李客长显然他认为我是对的 他是前台湾最高兴的 我跟各位朋友讲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台湾社会有个幽微的氛围 就是人人有恐惧 你要恐惧什么 我不晓得我一计划就得罪某个人 他要自我一死 我不晓得我参加一个宗教活动 结果山上策也这么气我 我哪知道他妈妈去兼了 意义给同一教呢 我哪会知道呢 任何教会我们都会去啊 在台湾哪个真正人不去教会 不管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或者一官道 或者活教 道教 谁敢不去 人家有邀请你敢不去吗 他信徒那么多 都是选票啊 对不对 你看台北市 台北市 你只要看慈慧堂在办活动就好 松山慈慧堂办活动 哪个政治人都不来 慈慧堂耶 慈慧堂你听过吗 慈慧堂 他们这个体系 宗教成立还不满百年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拜的人是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 有什么神啊 是中国的神啊 义王大帝的妈妈 就叫王母娘娘啊 拜的人可多了 很虔诚啊 而且他们做很多好事啊 他们的志愿就是 那时候台湾309个乡镇 每个乡镇都要有个慈慧堂 那里面当然 活动力最强就是松山慈慧堂 各位看 松山慈慧堂不在松山啊 在信义区啊 因为以前松山跟信义是同一个区 可是各位朋友 我在讲的当然 你很难想象人心的优微 我就要置你一死地 我没工作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们跟我作证 我 对不对 你当董事长 既然 袒护 别人没有袒护我 还去指证我打人 虽然人是我打人 可是我怀恨在心啊 怀恨在心可以怀多久 一辈子啊 现在才八年 我有枪 我干嘛不报复 各位我讲的是一个人心的一个转变 在台湾 令人恐惧啊 大家好 好谢谢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要上去 去上梗新闻 我有个节目 梗新闻是 他们几个朋友成立了 然后都是礼拜六晚上播出来 就是有个梗啦 就是我们说一个人 你要玩一个梗 就是这个梗 今天从柯小姐看 是谢谢柯小姐 柯小姐超级烈 她从菲律宾来 非常感谢 那吴钊怡 吴钊怡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吴钊怡给我一张漂亮的 李沛仙 非常感谢沛仙 然后温森旺 他给我请多喝水 是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年轻的好朋友 然后道扬 道扬 高粱杆子皮像竹皮一样硬 他写了一篇 他有一篇文章啊 是我的 是 过去写了一个文章 然后 Five 死刑不执行 好人亡死 的确是 这最可恶了 最可恶就是 不执行 然后 李道扬 现在道扬 非常感谢 道扬 他也是 就是 因为有个警察被杀 小董 那时候也讲了 那他引用这篇文章 然后 敏金董 贪污 台独狗 他说 唯一支持董哥 真心话 谢谢 谢谢 然后洪家虎 谢谢家虎 在台湾人杀人 不会被判死 法律长可以下台了 我曾经逼一个法律部长下台 我想自己干 这个人是 跟我不做的朋友 叫王晴鸥 我逼他下台 我说你不 你不做你就给我下台 这是法律规定 你敢不遵法律 他就讲他的理念 然后 找他的部署 带一堆资料 跑到TVBS找我 说我跟你解释 我不要听解释 林静荣 谢谢林静荣 非常感谢 然后 Jimmy Jimmy Chan 是 Jimmy张 然后静静 董哥说得好 然后道洋 道洋 还有新抽六 非常感谢道洋 他引用真神报 好 马上回来 OK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刚刚为什么要 把一个刑案放在那 因为四条人命 还有一条在跟死神拔合 那大家也知道 你如果在台湾签子宝 你会知道 这个赖敏兰董事长 他其实过意在公益界 满有名的 他做这个牛张志 我不认识他了 当然我们有些周遭的朋友 会认识到 但我讲这个 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在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动不动 杀人就给你死 刚刚很多朋友 在留言板上就讲了 因为在台湾 杀人不会被判死刑啊 对不对 有个无聊男子 他到游乐场 看到小孩 他把他抓来杀 然后自己留言 说反正杀人不会被判死 大家记得这个案子吧 他叫汤姆熊事件 那汤姆熊也倒霉 人家一家游乐场 被你在这边杀一个小孩 各位我讲 在台湾有很多令人法子的事 我们整个的社会风气在变 过去一个风气在变 然后你看 几条人命 大家把它拿来 刘邦有血案 当年怎么样 是 19 民国84年 1985年 刘邦有血案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 大家看嘛 案子也没破啊 二十几年过去啊 哎呦怎么样 台湾有很多这样的案子啊 那这个案子呢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知道是谁 当然因为人没有抓到就讲他是凶险啊 可是因为这公司的人 很多人一看身情 身材 看他骑车的样子 虽然戴着口罩 可是一看就知道是他了 这个机会已经确定了 那只是说 人要抓到 所以还算作凶险啊 那小董 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讲 我说在台湾 人命很不值钱 因为我们政策嘛 留言板上讲 这台湾杀人不会死啊 没错啊 判死刑也不会死啊 判死刑 判死刑继续在里面养他 养几十年的都有啊 对不对 最少都养十几年啊 为什么判死刑的人不会执行 因为我们的 蔡英文政策就是这样 民进党的政策就是这样嘛 本来这几年 台湾最大凶杀案是谁 郑杰在捷运杀人 杀四个人 郑杰有没有死 有啊 就被干掉了 马航九时代 为什么 因为太精爽了嘛 捷运是一个大众工具 他杀了四个人 大家看 把郑杰 枪逼 社会上有人说不好吗 除了会死联盟那批人 会死联盟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所以我 我在民进党 在总统大选 包括蔡英文那个 我说如果蔡英文在继续当选 何时进来 来个多巴 来主委会进来 各位你可以去找我的文章啊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 然后呢 死刑犯继续不会被执行啊 我不是杀人如麻 是杀如命的人啊 但我认为我们的公理 公理跟真意 你要平行嘛 事情发生的时候 受害人 死了 他的家属 这辈子就要活在那个阴影下 歹徒呢 你说歹徒没有逍遥娃娃啊 抓起来啊 抓起来我们在养他啊 歹徒抓起来 我们大家要养他 他被判死刑啊 判死刑不执行 跟无期徒刑有什么差别 无期徒刑 跟死刑有什么差别 那就没差别了嘛 无期徒刑免死 死刑会死 哇 哇法官判死刑了 法官判死刑 法务部不执行啊 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是在帮民进党 嫌疾的人 检察官 检察官是那么政治的人物 他们只对半马航酒案有兴趣 对不对 法官也一样 今天一个案子出来了 是不是 小董早就讲了嘛 今天案子 陈水扁 国务家会案无罪嘛 为什么 16年为什么无罪 因为我们立法院 把他改成无罪 那国际有罪时候 你又怎么不判 因为我们法官在等啊 我们跟立法院 勾结你懂不懂 我们司法院跟立法院勾结 我们两边讲好了 民进党立法院勾办 所以我不判 我不判 16年我不判 我要等什么时候判 等你改法律 他无罪 我再赶快拿这个无罪的法律出来说 哎呀 现在新的法律说他无罪 所以他就无罪了 是不是 他们可以等啊 他们可以等到 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来做判决啊 那你将来如果国民党执政 立法院要勾办 以后国务有罪 有罪他已经无罪了 已经传过水无痕了 所以那时候在审 我就这样讲了 啊今天7月15号 是不是 我就说 我好几个礼拜前在我们节目上 讲过两三次啊 我说7月15号 那一天就会有这个判决 判陈水扁无罪嘛 因为法律已经变无罪了 那在法律有罪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判啊 你是狗官吗 你是狗官吗 还是狗司法院 各位我讲就这样 我现在骂的是法官哦 那我们检察官更可耻啊 我们的法务部更可耻 法务部是执行死刑的 他不执行啊 蔡清祥是检察官出身的 每天只想替民进党涂脂谋混 是不是 你这什么叫法务部啊 法务部你是干嘛 法务部是一个选举机构啦 我老实讲是一个民进党的选举机构 对不对 他们就泄密 哎呀 林芝庙 哎呀我们就泄密 一卡皮箱什么什么 他们每天在干这种事情 干这种事情就会升官啊 我老实讲哦 我们的检察官多数都是狗检察官啊 咬尾巴四条腿的狗 你每天都在想要升官 所以要升官要怎么样 就是要巴结民进党 民进党希望我们去整理 整谁我们就整理整谁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尤其到选举时候 对不对 所以袁宽庙当然选输林静怡啊 那时候一选举 我第一个就讲他不会赢 袁宽庙不会赢 他讲说你不知道阿彪的力量 我说阿彪跟我熟啊 我怎么不晓他的力量 可他会输啊 为什么会输 铁口直断 为什么小董讲他会输 因为你选不赢检察官啊 你懂不懂 你选不赢检察官啊 小董认识的检察官也很多啊 因为他们常常开庭 坐在上面就问我嘛 所以我也认识很多啊 检察官也有好的 不多 多数的检察官都是狗检察官 他们在看民进党的脸色 我非常清楚啊 我都有一本部纸专门在记啊 随时看 所以有一天我们群主在讨论 这个三中案 我就如蜀家增讲一讲 哇你怎么那么熟 我说因为只要碰到那种 垃圾检察官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你跟哪个案子有关 我自己会做记录啊 我就瞧不起 我在我节目上每天讲 很多假的检察官都有恨得压压压的 法官更不用讲 但是我讲东西是真的 我就不怕你啊 刑法刑事诉讼法310条上面就讲了 我有说法院 他们在问案问我 我就刑事诉讼法310条第三款 我会被告大概都跟这些条文有关 跟我有关的 我就会被劳嘛 各位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把我自己的经验也跟各位讲 我不是杀人如麻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选出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今天很多人民每天在喊烟 哎呀这个日子怎么够 你自找的 日子怎么够 是你自找的 你选择这个啊 对不对 那些死刑犯不判 你自找的啊 你自找的啊 你的家人 你的亲友被杀害 歹徒会抓到了 判死刑 为什么不执行 因为你选了民进党啊 各位政治 政治大家说 哎我不想揽政治 你们跟政治都有关啊 你说哎呀 像蓝头这个案子 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张姓女主任 她会绝对发生在她身上吗 她只是来这家公司上班 对不对 搞不好专科 后哪里 后高职毕业 就在这家公司很认真的做 做一做 高职还可以升到主任 老板 这家公司二三十个人 老板很赏识嘛 对不对 你就是我们蓝头的 一个临机的小女孩 慢慢长大 很成熟 对我也很忠诚 她怎么知道 她会被人家枪杀呢 完全想不到嘛 六点多 六点多 她五点半就应该下班 她也不回家组万 她想说老板还没走 我再多留几分钟 这种就是 很典型的 跟小董个性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种人啊 我们下班 我们会说 五点半我马上走 那会像跟老板讲 啊 拍摄哦 晚上有个应酬 或者 对不对 今天我姑妈来家里 我妈妈叫我要赶快回家 她来家吃完饭 老板说赶快回去赶快 你五点就走 这种员工 你家里有事 你四点就走 为什么 因为你平常认真到 做到晚上八九点 你也不会来请加班会 这种员工哪里找 就是小董这种员工 我当记者每天上班 十六七个小时 其他记者跟我跑 怎么跑得过我 因为 你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嘛 这么坚持 这么执着的人 你们不会碰到 那你说 每天 没有错 就是每天啊 我每天就花这个时间 你怎么跟我跑啊 然后就 碰到这个疯狂的人 没办法 因为我用最多的时间 我不会比别人聪明 我用最多时间 去跟你来谋 我认识所有人 然后呢 我也不占人家便宜 我从来不占我跑的 他们请我吃饭 我也不去 我干嘛跟你吃饭 你们都用公家的钱 来请我干嘛 对不对 各位 我们跑有跑自己的风格 可是你今天看这个案子 他其实已经非常明朗了 那我不讲这个案子 我讲我们的政治 政治都是人民选择出来的啦 林志坚会不会落选 昨天小龙说 二桃杀三世 二桃杀三世 会兑现吗 我告诉你可不一定啊 你知道吗 民党很会操作选举 台湾 你明知道很多人是有问题的 可是你就要选他 然后选他以后再来抱怨 你没有资格抱怨 全台湾最有资格抱怨是我 因为我苦口薄心 去讲大家都不听 然后最后呈现结果就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媒体就说哎呀这个政府怎样怎样 老实讲他是你你制造的啊 现在很多地方跳电 晚上很热 啊电不够用 这都是老百姓制造的 我只是比较倒霉而已啊 我不吹冷气 不吹电风扇 我比较倒霉而已啊 因为我用我的身体来实践什么叫做环保 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台湾的环保人士都是假掰 都是垃圾 什么缓和式缓和什么 这垃圾就是垃圾嘛 对不对 你们就是垃圾 每天嘴巴讲漂亮 用电比别人多 这就是这样啊 可是 我们社会很崇拜这些人 哇这个博士怎么样 那个博士是一头畜生啊 每天讲假话你知道吗 他跟民进党一起唱和 就是我们台湾一堆这种人啊 每个人在讲环境保护 保护什么啊 连藻礁都不要还保护什么 台湾人最没有脸 没有资格去讲 我们要保护环境 台湾人是专门在全世界 破坏环境的第一高手 因为你们都跟着民进党走 民进党是一个畜生党 烹调美味亮 好 好 我下一段来练 好 刚刚念到新潮六 好 谢谢新潮六 谢谢 朱金刚 谢谢金刚 狗字江王 必有欺贩 的解是 谢谢金刚 吉米倩 是 那他从 纽西兰 纽西兰 支持董哥 非常感谢 吉米 感谢 那 Keevan Keevan新加坡 过来的好朋友 只要董哥团队在 台湾永远有真相 谢谢Keevan 是他昨天我在TUPS 他也来独内 非常感谢 珍珠丸子 董哥喝水 谢谢 谢谢珍珠丸子 还有温小燕 温小燕 我爱董哥 董哥有正义 董哥最棒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董哥 是 一套8品CD装 定价699元 订购请恰 0283692698 前天马上酒生日 马上酒戴这个口罩 那我因为前阵子去演讲 他有送我几个口罩 这口罩就是马上酒写的字 哦 对 就是发财 然后 有五个大的服 这叫五服口罩 发财大家都喜欢 然后旺嘛 所以他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发财 然后财旺 还蛮精致的 这些字是他写的 他跟一家 国内最大的 不支部的公司合作 因为他有个基金会嘛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节目 刚听到陈淑芳阿嬷 他在做卫武部的先导 我也很赶配 83岁老人家 我们为政府 为很多人做事都愿意 那他在告诉人家 他打了3G疫苗的情况 卫武部在我们这边下广告 是不用付一毛钱的 政府最大 他征召你 我现在做疫情的那个宣导 所以我就播了 其实我们 大家也清楚 现在的媒体经营非常困难 你如果没有跟民进党政府勾搭 那你 很多的广告预算都没有 那大家也很清楚 像我们电台过去 我们有很多旅游的广告 现在疫情来了 打击最大 旅游业 餐饮业打击最大 其实广播业也一样 我讲 那还好 我们有些朋友支持我 支持我们 像飞鸽英文就是了 国中跟高中的英文难度 相比差距大 家里如果有国三升高一的学生 跟你分享一个讲座的视听信息 飞鸽英文他推出了 高一自由英文学习方法讲座 欢迎家长带着孩子免费参加 而且参加就送英文作文 陈雨书 鼓励孩子把握升高中之前 这段衔接高中英文的黄金时期 一言识听请上飞鸽英文的官网 飞就是飞机的飞 飞翔的飞 董哥的哥哥哥的哥 那你可以到他的官网 也可以拨打 报名专线 02-2383-1235 2383-1235 那各位朋友 我希望说我们很支持 一些挺小董的朋友 当然有时候很多人会来躲内 那我讲 有时候你看到的真相 不一定是真相 政客 或者哪些国家讲的真话 也不一定是真话 各位看俄乌战争打那么久了 现在所有国家都疲惫了 只有普丁信心满满 纽维时报这两天报导普丁 说哇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信心满满 前一阵子的人说 哎呀手会躲会怎么样 怎么会变这样 因为他们看电视他的画面 说普丁现在 充满了干劲啊 而且很有自信 态度很轻松 很从容 那这怎么回事啊 又告诉你 这场战从头到尾 本来就是俄罗斯会打赢啊 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以上 哎呀美国挺他 欧洲挺他 欧盟北大西洋公益主义 所以俄国这下惨了 小董 从第一天讲到现在 我告诉你俄国就是会打赢 有其他人不愿意去跟他打 你们联合起来即使打赢俄国 你们自己也千丈百孔 你要不要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八年前红姓客长 为什么不要一口咬定 来打我了 就是这个理性嫌乱 因为他官一年两年出来 他会报复我全家 所以我就白白被他打 你知道吗 那将来我们的家族幸福美满 够好日子 没有人会来威胁我们啊 那帮忙作证的董事长 你看几乎全家被杀 各位 在台湾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啊 对不对 你由栏头这件案子来看 他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 活生生的那个 所以我在讲很多新闻 我要告诉你 你要看得比较严 我不是要你当红姓领客长 因为每个人的舍弃方式不一样 像我在外面很多朋友说 小董你真要很小心 很多人要报复你或怎么样 我也知道啊 那我也不是说 我就使得其所 被人家报复就怎么样 但是总要有人出来讲话嘛 总要有人来对付 来怒骂这些畜生党嘛 总要有人来修理 羞辱这些法官跟检察官 总要有人啊 不然全台湾他们最大 现在台湾最大的人是谁 就是在栏头杀人的理性贤论 他最大 他手上有一把枪啊 反正我背了四条人命 我现在想杀谁就杀谁啊 他不变成这样吗 对不对 我现在想杀谁就杀谁啊 我已经四条人命都一条有什么关系 我要滥杀无辜 你们拿我怎么样 反正台湾也不判死刑 所以各位朋友 很多政客的话 你不要乱听 小董讲才是真的 我告诉你民党执政 就不会执行死刑 我告诉你民党执政 你就要吃莱猪 就要进核食 我讲的东西不会有错 昨天香港的警察抓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弃保险逃 缓送中的 缓送中的人 那时候缓送中他们在街上 烧沙乳类啊 连火车都烧了 你要进捷印站 是不是要刷卡 那个卡 刷卡的机器被他们破坏几百计 你一装好他又把他破坏 这些人是畜生啊 为什么他以为美国挺他 美国是个畜生 欧盟这些国家也都畜生国家 就跟他砸 你跟他砸就给北京的共产党难看 没有人性到极点 该不该办 当然该办啊 全世界每个国家 碰到这种情况就会办 可是香港政府办 全世界就说 哎呀打压民主 这些讲人家打压民主的畜生国家 自己嘴巴都在讲民主 你在自己国家会不会办 当然会办啊 怎么会不办 整个街头到处放火 的人不办 说他是为了追求民主 美国有民主吗 你有时候看这些国家的稀微 我为什么那么痛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因为他们的寄仰就是在各国里面搞内乱 这两天美国的国安顾问 就是川普的国安顾问 相当于我们国安会秘書长 Paul Doen 他说我们到各国去搞政变 只是有没成功 他讲他跟川普搞政变 到人家国家搞政变 找你的反对党 我提供你钱 提供你武器 你们去跟他搞 这个总统跟我美国不搭 我们来搞死他 对不对 韦拉雷拉他们没搞成 因为韦拉雷拉总统 他知道美国要进来 他开始做很多性质 把很多人都抓起来 很多政变搞不成 你知道土耳其的政变 你认为美国人没有介入吗 土耳其政变抓了好几万人 现在艾尔段总统他气得要死 他心知肚明是哪些人在搞他 整个部队好几个人出来 枪杆子要逼他下台 这是2016年的事 各位朋友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他们结果现在 这些学生啊什么 他们被起诉了 带头这个人叫曾志健 志气的志健康的健 曾国藩的曾 他们被抓起来以后 然后后传啊 就是说检察官起 警察抓到你们 检察官起诉 起诉以后 你们不要乱跑啊 要随传随到啊 这是法院宽宏大量 没有压在法庭关起来啊 像在台湾就先把你关起来 不管你叫什么周鸿系 先关起来再说 台湾是没有司法人钱的 台湾讲司法人钱 那是自己在自我吹息 台湾的司法 是完全看民进党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讲的都是真话 各位朋友 请来挑战我 那曾志健跟 其他三个人 一个叫王凯明 一个叫洪华 中华的华 二马洪 然后还有一个16岁的 黄姓少年啊 他们四个人就气宝前逃 其他人他就下次法院传你 他不出庭 他们就躲在一个 因为有人接济他嘛 这些接济他的人就是 就请他们每天拍 没事就拍 哇我们被乡等政府 那个我们现在潜逃哦 那我们现在躲 躲藏起来一个神秘的地方哦 啊怎么样怎么样 哇他们就有一个群组 群组国外就很多人捐钱 这四个人因为 被警方抓到了 他说他们这几年躲藏啊 他们一毛钱都没有拿到啊 各位你就是人家的恋财功绩啊 然后很多人就支持香港返送中啊 然后支持了以后 现在要跑 他说我们不但没有 他们他们来鼓励我们要 赶快弃保险 然后跑去台湾 台湾最支持你了 啊台湾之前 他们跑去找美国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 季节他们 美国不是支持你们吗 你会相信美国人 你本来就该死 我老实讲 你要相信美国人是你自己没脑袋啊 你要相信他那是啊 对不对 前面有点水沟 你说你挑下去不会淹死 你挑下去就淹死了 那怎么办 你不相信别人的话 永远在相信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最不可相信的土尾嘛 结果美国 中领事馆季节 他们想去寻求政治批复啊 美国中领事馆季节 所以他们只要跑路了 台湾最挺你们 台湾挺你们啊 好好笑 他们家属啊 偷偷 就说这四个人被判有罪啊 怎么办将来影响怎么样 所以家属偷偷弄了一些钱 弄了40万港币啊 让他们坐快艇 说要到台湾 到台湾要20几个小时啊 听说要36个小时啊 要36个小时啊 那 结果呢 在船上就被抓了 现在港警 还有中国大陆的海警 那么容易就 那么容易就让你跑掉了 所以他抓到了 抓到以后 气宝前逃 当然又多一条罪啊 各位我在讲 我也不是在讲 我从头到尾就 对于反送中 那些小畜生人渣 我本来就看不起 各位看我调子 从头到尾都一样 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五都挺反送中 那百分之九十五的 媒体老板都是畜生 都是不要脸的烂货 他们很清楚 反送中在搞什么东西 可是他要去迎合美国 欧盟 这些下山难国家 这些国家是到处 在别人的国家里面搞内乱 就像Paul Doen所讲的 那搞内乱 他们就获得好处 我就可以给共产党难看 哎呀 我就达到目的 他们就内乱 他们的目的只有这样而已啊 董哥 我们还有三个 是 来 从 从 是 轻起开始 轻起 是 谢谢董哥 昨末 昨日愉快 谢谢 非常感谢 还有黄诗芬 谢谢苏文 佩吾小董 在如此乐的天下 不吹冷气 是 没有这普通的事情 林松明 谢谢松明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还有道扬 道扬 他老朋友每天来抖内好几次 他在讲三中案 三中案 现在 检察官配合媒体 想来主导整个方向 各位随时听我节目 谢谢 OK 谢谢董哥 好 谢谢 不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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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